8月3日 电影票房Top5 第五名 从21世纪安全撤离 排名对比昨天 下降一名 豆瓣评分7.7 上映两天 当日票房1747万 累计票房6289.8万 第四名 白蛇 福生 点印 当日票房1815万 累计票房1897.9万 第三名 死士与金刚狼 排名对比昨天 下降一名 豆瓣评分7.2 上映九天 当日票房2615万 累计票房3.02亿 第二名 解密 排名对比昨天 上升一名 豆瓣评分6.9 上映首日 当日票房4148万 累计票房1.34亿 第一名 抓娃娃 排名与昨日相同 豆瓣评分7.3 上映19天 当日票房7999万 累计票房26.01亿 在昨天的榜单中 还在点印期的动画电影 白蛇 福生 以1800万的票房成绩 冲进了票房榜 第四名的位置 漫威电影 死士与金刚狼 则是在昨天突破了 三亿元的总票房 但是当天的排名 却下降了一位 来到了第三的位置 昨天在票房上 有突破的 还有电影 抓娃娃 该片的总票房 于昨日突破了 26亿元 同时还打破了 颜飞 彭大摩两位导演的前作 西红柿首幅的票房记录 目前 抓娃娃 已经位居中国电影 票房总榜的 第27名 让我们恭喜 沈腾和玛丽 还有抓娃娃的 所有演制人员吧 以下是昨天 电影票房榜 前10名的完整榜单 我是爱看电影的老里头 关注我 每天为你带来 最新的电影票房资讯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明天见